經過這幾個月時間都談了很多 我已經接了很多不同的工程專業的工程師 也包括一些技術員是很清晰的 一致認為我們的鐵路一定要繼續發展 也都是高鐵對於香港和內地的融合 和將來中國的大市場我們不可以忽視 我們那個生計很多時候都靠中國大市場 所以業界是支持的 那個造價方面呢 現在看起來還有些少許真的沒有角色 造價其實跟其他那些項目是差不多 都在過去那三年時間就增加了四成幾 都沒有特別多到的 所以說都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現在看不到有什麼問題的 暫時來說因為很多那些工程都不是說 一間公司可以做到是一個團隊 政府當然是那個僱主 其他就在那個很多項目交給機械公司去做 他們會招標 而他們招標的程序跟政府一樣是非常嚴謹的 都是一些顧問公司做了一個初步設計 探討可行性報告 跟著做詳細設計 可能不同公司做都不定 在這幾個程序來說 之後就招標了 成建商就落標了 那些程序就非常嚴格 也都是任何的不守規矩都是不會被接受的 所以過去呢 香港那個的投標落標制度 是受到外國的欣賞 讚許甚至來香港取經 那這個就證明我們那一套都行通了 你自己的警惑性有沒有高 就是警惑性報告之下 大人這些新聞之後 不是的 這個一向都是大家應該要很留意的 不是今天開始的 報告 指導人物質 請問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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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